大家好,我們台灣的夏天從6月7月8月 我們統計全台灣13個氣象站的一個資料顯示 這個夏天真的是破到熱紀錄29.01的一個高溫的狀況 已經比第二名的1980年的一個紀錄其實高出非常高的一個狀況 這個夏天比較熱的一個情形呢 其實最主要是在6月的時候整個梅雨季提早在5月結束 進入到6月的時候整個太平洋概要勢力偏強籠罩 所以在6月的狀況全台幾乎溫度幾乎都破了它很多的一個 百分位的一個歷史100位的一個這個狀況 這是第一個比較重要的原因 第二個呢進入到7月8月來講的話 雖然7月8月我們有很多的颱風 都有跑到我們台灣附近的海域 也帶來一些這個災情的現象出現 不過呢7月8月其實它整個一個全台13站的溫度上面來看的話 也是都比這個7月平均來的高 所以也是造成我們今年夏天6月7月8月3個月平均的溫度呢 破了一個歷史的一個紀錄 今年整個一個6月太平洋高壓突然增強的一個狀況 其實目前來看它的原因我們還不是那麼清楚 因為其實今年整個一個聲音現象的發展 從聲音現象發展來看的話 一般這個太平洋高壓它確實會比較弱 比較弱的一個狀況 這個減弱的一個狀況其實它進入到7月8月的時候 太平洋高壓才確實有比較明顯的一個減弱的部分 至於就是說6月突然一個月 整個一個太平洋高壓突然增強的一個狀況 有可能還是會跟整個一個氣候長期的變化有關 可能需要進一步的這個研究才能夠去確認 為什麼突然在6月整個梅雨季它提早結束 不過從過去的一個歷史的一個狀況上面來看 其實台灣過去在這幾年 其實梅雨季常常就是在5月底就結束了 到6月好像似乎整個梅雨封面的一個狀況 就不是那麼那麼清楚 從學術的研究上面來看 確實也是有一些中國大陸學者 他們在針對中國大陸華南的梅雨季 也有做這樣的一個類似的一個研究 也確實從經驗上面來看的話 從過去的資料上面來看的話 確實整個一個大陸華南的梅雨季 它也有都提早結束 所以我想這個一個現象 應該是跟我們東亞大範圍的一些 氣候的一個自然變化可能會有比較明顯的關係 至於這個我們今年夏天破高溫的一個 歷史的一個紀錄來看的話 至於到這個秋天 9月10月11月大家可能會關心 這熱的狀況會不會再持續 目前我們從一些氣象的一個 氣候的資料研判 在9月份上面來看的話 整個一個北部東部 它也還是有機會受到北邊一些冷空氣的影響 所以它溫度大概是屬於比較正常的一個狀況 但是中南部它的一個溫度 大概會有偏暖的一個機會 所以在這邊9月的部分 其實我們在中南部的地方 可能還是要特別留意溫度有稍微比較偏暖的一個機會出現 至於北部跟東部稍微就是接近氣候正常的溫度機會是比較高 至於降雨的一個部分 它的一個變化確實是比較大 從這個過去的歷史經驗來看的話 當聲音現象出現的時候 其實我們在秋天的雨確實會比較少 不過其實因為每一個聲音現象的個案其實不太一樣 我們從我們這邊的一個資料 目前我們研判來講的話 整個大趨勢就是秋天9、10、11來講的話 雨量大概是以正常到偏少雨的一個機會是比較大的 至於就是說在短期未來 這個一兩個禮拜的一個資料上面來看的話 由於整個太平洋高壓的一個強度會逐漸的在增強 所以在過去這幾天呢 整個一個濕的一個狀況呢 應該會有減少的一個機會 另外來講的話 就是從一個氣象的一個氣候長期的一個變化上面來看的話 其實今年一個發展 正在發展當中的一個強聲音現象呢 其實已經是非常明顯 從它的一個指標上面來看的話 一般我們會看的是比較屬於 三個月的一個平均的一個狀況 以這樣的一個資料上面來看的話 今年目前整個一個聲音強度來講的話 確實是從這個1997年以來 最強的一個聲音 也就是說扣掉1997的一個20世紀的超級聲音來看的話 確實是在1997年以來一個最強的一個聲音 從氣候預報上面來看 這個強的聲音來講的話 會在這個冬天呢 有可能會發展到最強的一個狀況 而且呢 不排除有可能會超越1997年 超級聲音的一個機會 由於呢 整個一個大氣跟海洋的狀況 其實對這個聲音的一個發展 都非常有利 所以後續在氣候的一個狀況來講的話 確實是需要特別留意 這個超級的一個聲音 它有沒有可能對全球氣候造成一些其他的一些影響 那當然這個超級聲音 如果出現的話 一般它對這個我們東亞地區的影響 從過去的經驗上面來看的話 常常就是比較容易出現溫度 冬天的溫度比較容易偏暖 也就是說冬天容易出現暖冬的一個機會 不過呢 這邊也藉著機會也說明一下 就是說 聲音的一個過去歷史經驗來講的話 在最近大概五六年來講的話 由於全球暖化造成北極夏天海濱 它融化的特別的這個明顯 所以也帶來另外一個變數 也就是也要特別留意就是說 在這個北極的夏天的這個海濱 它融化它有沒有可能 對這個冬天的一個溫度也造成一些變化 也就是說在這暖化的一個暖冬的一個趨勢之下呢 常常有時候也會有一兩波比較強的這個冷空氣 因為我想2011年整個北美的一個比較偏冷的一個創 一直都在出現 在過去這幾年 所以除了我們注意聲音現象以外呢 北極海濱夏天海濱的這個融化的一個部分 也是我們後續要特別密切留意 它可能對我們冬季的一個影響 解図一下 解図grea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